在古代行军打仗时 古人流传一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而在现代战争中 该理论同样实用 现代武器装备均靠燃油驱动 若没有石油支撑 飞机坦克只能沦为一堆废铁 而我国又是石油极度缺口国 石油从总体分布上就不平衡 约四分之三集中在东半球 中国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株 数据统计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 若在和平时期倒害相安无事 一旦发生战争 原油供给将会极大受制于一人 从而对战争平衡造成重大影响 为了解决该问题 我国早在十多年前 就将石油储备纳入重大战略工程 并实施三步走规划 大力建设石油储备基地 截至目前已经在周山 郑海 大连 黄岛等九大地区 分别建设了国家石油储备基地 一切工程主要以地面大型储油罐设施为主 共储备原油约3773万吨 地面大型储油罐 因体积尺寸庞大 对钢材的强度硬度等都有极高要求 我国曾在储油罐建设中 遇到不少难题 当时国内并没有此类工艺技术 高强度钢板基本都是从日本进口 而日本看到我国高强度钢板需求猛增后 日本厂商纷纷大幅上调价格 甚至在基础卖价上翻至两倍以上 为了不受制于人 我国大力公关特种钢技术 经过一年半努力 宝钢集团 武钢集团等多家公司 研制出了抗拉强度730MPA的高强度钢板 甚至比日本之前卖给我们的强度还高 一举打破日本在我国特种钢领域的垄断地位 为石油储备基地建设提供了基础 如今我国石油储备基地二级工程 选择了水峰岩洞库建设方案 不同于地面大型储油罐 水峰岩洞库位于地下数十密处 以天然岩石为主要结构 将石油封存在地下 不仅造价低廉 而且安全性大于地面大型储油罐 储油量也比传统储油罐更大 以目前建成的黄岛国家石油基地为例 其油库总容量高达300万立方米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石油储备要求 一个国家最低石油储备需要满足90天使用 美国已经达到接近150天的石油储备量 而日本则实现了200天的储备量 与美日相比 我国目前拥有3亿桶的原油储备标准 只能满足40天使用 在原油储备领域可谓任重而道远 不过我国第三期工程已经开始建设 未来将有更多的石油储备基地建成 并朝着90天的储备量稳步迈进 此外非洲近7年是石油产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我国对非洲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设 在地理位置上 非洲离我国较近 未来更容易进行原油运输 相比外界凶贤的各个海峡 非洲未来或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石油进口国 不得不感叹国家长远战略目光的巧妙动画